此次乌克兰总统选举演员泽连斯基毫无从政经验 却在两轮投票中均优势明显 有媒体分析这样的局面说明乌克兰民众渴望政坛注入新鲜血液 下面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现年41岁 因主演政治讽刺喜剧《人民公仆》而扬名 他在剧中饰演一名历史教师 因一段视频意外成为网络红人 在学生鼓励下竞选总统并当选 剧中的他洞悉国家难题 积极改革与政客寡头斗法深获观众喜爱 此次选举泽连斯基的支持者说 泽连斯基在迎评上展示了总统真正应有的样子 用行动而非言语打击腐败 帮助穷人遏制寡头 与热播剧中扮演的角色相似 泽连斯基在竞选期间打反腐牌 他提议所有贪污人员终身不得出任公职 呼吁与俄罗斯直接谈判 结束乌克兰东部危机 不过泽连斯基因竞选主张缺乏政策细节 执政能力未知受到诟病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也试图把泽连斯基 描述为不适合在国际舞台代表乌克兰的总统人选 怀疑他没有能力在国际政坛中与他人过招 英国政治观察人士称 泽连斯基必须充实他的政策议程 他也将承受更大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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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